但是如果《泰晤士报》说的是真的 那么中共就会骑虎难下遇到大麻烦了 第一个麻烦 北京甲中立的话皮会被拆穿 而且还可能融为这场战争的共犯 从战争开打后 中共一直宣称要维持和平 所以不愿表态制裁俄罗斯 如果最后被发现 原来他们也是发动战争的共犯 中共的假恶斗真面目被打脸、被拆穿了 第二个麻烦 如果中共真的发动黑客攻击 就等于是入侵乌克兰的共犯 接下来很可能也得面对 国际社会的围堵与制裁 那么中共不但又藏了一次外交败仗 而且还可能跟俄罗斯一样 被国际社会围堵、孤立或者联合制裁 会对中国的经济民生带来更大的压力与危机 第三个麻烦 如果中共真的攻击乌克兰 那习近平就再次误判大局 造成中国孤立 那习在党内的地位可能就会动摇 习近平一开始就选边站 吓住俄罗斯 不但在国内舆论帮助俄罗斯 在国际上帮俄罗斯辩解 那现在还可能涉嫌用网军 帮助俄罗斯发动战争 那如果北京真的这样做了 谎言被揭穿了 必定会让中共的国际地位声望与影响力 大幅贬值 重创中共的大国形象 破坏中共的东升西降战略 那到时候 党内一定会把这一连串的误判与损失 拿来追打习近平 那我个人推测 乌克兰很可能真的掌握到这样的证据 只是为了不跟中共撕破脸 给中共留点面子 继续通过外交来谈判 因为美方去年就发出预警 认为俄罗斯可能会攻击乌克兰 所以去年10月就派出美军网络部队和硅谷 也就是矽谷的高科技人员前往乌克兰 帮助他们提升网络作战的防御能力 那换句话说 美方跟乌克兰早就已经在网络上守株待兔了 而且报道中提到的信息涵盖了许多重要细节 所以估计真实性应该是高的 只是为了不同时跟俄罗斯和中共 两个大国同时交恶 所以乌克兰采取了比较迂回的手法 来敲打中共